HELLO 大家好,我是Monica 今次回來最主要因為收到私底妹和Studygram 都跟我說,其實今年的情況真的很辛苦 因為大家都知道又停火又延遲 然後現在有confirmed的,全部都要按照行程 要考 所以都希望出一段影片 就是講一下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調整一下心態 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再逼得自己那麼緊 要認識我的人都知道,其實我本身是一個很緊張的人 即是我連拍一段影片,或者是做marker都很容易很緊張 所以更加會明白你們現在的心態 當然我那時候的客觀環境沒那麼辛苦 但那時候我也有depression 然後我自己也很常常會想太多事情的人 所以現在我也希望可以作為是 我希望我兩年前會知道的一些事情 或者會有的一些想法去跟你們說 但如果想看學術片有關最後30天的部署的話 就可以看完片尾,那裡就會是學術 那今天最主要是希望跟大家去圍牢 那然後第一個很多人跟我說的就是 不想辜負別人的期望 又或者覺得很多人的膽怯 那所以就覺得 即是你背負很多人的期望 那就是覺得很辛苦 那其實多年我也是 因為我學校 本身其實不是一間特別好的學校 但我成績一路都算不錯 那於是大家呢 師弟妹跟懷老師有時都會說笑話 叫你做第一個狀元 那但是有些人可能純粹想鼓勵你的時候 你聽進來會覺得很大壓力 那但是其實你要知道 這個世界 你可能過了兩至五年 你現在身邊的人已經全部不同了 唯獨留在那裡的 都是一些想你好 和值得你去重視的一些人 那他們到底會不會用這個東西來評論你呢 其實你心裡也有答案 那至於那些真理的人 其實無論你做什麼都真理 那我剛剛放網之後 就沒多久了 那片下我還在採訪 其實基本上每個報告 下面百多個人都要罵你的 那但是到底我訪問的內容是什麼呢 純粹只是鼓勵人 是出於一個好的intention 那所以無論你做什麼呢 就算你做得好還是做得差 要恨你的人都是恨你 你就算考得多好都好 他會用其他東西來告訴你 例如那些人說 我有獄症為什麼不死呢 又或者 你都還沒死 那就是都不太嚴重而已 那些人 那如果你真的死了的時候 那些人會怎樣說呢 他就會跟你說 哇 現在那些小孩這麼不熬的 其實說兩講就死了 即是無論其實 你做什麼 你都不會滿意到 那一群是要不喜歡你的人 至於那些不認識你的人 他在說你的時候 其實他在說那個根本就不是你 他在說只是他眼中 承認那個你 或者純粹是一個想法事的對象 那就更加不需要他理 第二件事大家很擔心 就是DSE有什麼 你就衰一輩子 其實我當初也是這樣想 那當然一踩過就最好 因為retake沒有了 即身邊的人 你看到他們全部都已經過著第二種生活 那一刻是難受的 但事實上 其實你一直長大 你身邊的人 其實已經各種年齡都有了 有些可能阿蘇 或者有些本身可能考得很好 但他可能去GameE 也不一定 去真正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去找回自己 甚至乎有些人是讀完一個Degree 再回來讀 即是其實入到大學 或者出來社會的時候 沒有人在乎 你是不是放多了一年 在DSE上 你不要搞我的鏡頭 我看見幾條蘇 看不到我的頭 所以就是 當你還有青春的時候 到底這一年的光陰 是不是真的要這麼 著重 是否真的會改變不了呢 其實不是 只要你有心 把你的青春 去好好善用 你是真的有一個目標去做的時候 其實做一年 遲一年差別不大 我身邊都有不少的朋友 甚至乎可能讀完一個科 入到他們三個科之後 發現不對的 再轉科 又或者會有很多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路可以去走 你如果對自己太嚴重的時候 反而會影響了 你真正到時候的發揮和表現 但是三件事 就是 很多人都會說 覺得自己不成熟 或者被人說 被大人說 我以前有一個這樣的心態 其實不合理的 我很多人覺得 你長大了 一定要成熟 要很有能力地 插上所有東西 首先 第一件事就是前提 我們是不是大人 其實老實說到現在 我都覺得自己還是一個小朋友 你一定 你沒有可能在人生的頭五分一 或者六分一 你已經去到一個很坦然面對所有的心態 所以 人家說你不成熟 你會說 是的 我還是 我才18歲 那 有會做錯的地方 有不成熟的地方 也很正常 但只要你是真的去面對的話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我都跌倒過很多次 然後 我是一個很容易哭的人 因為 症都令到我 很想去死 我都試過很多次 當然是很不好受的 完全不好受的 你跌倒一定會痛 你有些不信心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一定會不開心的 真正感受到你的存在 就是你還有不同的情緒的時候 但問題是你如何處理它 所以 你必要時 你一定要宣洩 要你不影響到其他人 不要傷害到自己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你真正是把所有的情緒 宣洩出來 你才慢慢可以放得低 才慢慢可以回放 如果不然你一直積住 你還有一天 是會 然後到後來 有時候我發現 你在低谷的時候 你是不會想到任何 positive 的事情 所以我就試過 在開心的時候 把開心的東西寫下 又或者 剛剛好 突然 終於走出了 的時候 寫下一些東西 寫下一些感覺去提醒自己 不開心的時候 要重視 你記得 原來你曾經 過了之後 是可以 開心很多 也不會再 好像整個世界很可憐 或者有些時候 你自己沒辦法提醒自己的時候 你嘗試多點依賴身邊的人 你不要覺得他麻煩了自己的朋友 因為真正會被你麻煩的朋友 才是你真的親密的朋友 而你真的親密的朋友 其實 都只是想你好 他不會說 聽多你一兩句抱怨 就走 如果聽多你一兩句抱怨 就走 接受不了真的 你是怎樣 你一直面對著你身邊的朋友 都要戴著一個很開心的面具 其實這還是一個不健康的關係 第四個 有時大家一對一到很震驚的時候 就開始想起亂想 有時你可能會覺得 為何我們今天要不斷去 接受制度 到底我們翌日出來的時候 我們又是要這樣 到處適應不同的環境 到處去接受不同的人的時候 我們這輩子都在做奴隸 但是 其實這種 心態 你有時將你現在的負面程序 project到未來 只會令你更加越陷越深 你可能這一刻會覺得 如果你一輩子都做這件事 人生會不會很沒意義 對不對 當然如果你一輩子都是 不斷去做一個 所謂的奴隸 或者覺得自己好像有機械人 去不斷 重複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事情 那當然沒有意義 但你要好好記住 你今天到底勤力 努力是為了什麼 你今天的努力就是 希望去捱過這件事 然後可能 在DSE你希望考得好 因為只有考得好 你才可以在第二天有更多選擇 有一個這樣的權威去說服人 你想想如果 你考得不好 然後你去埋怨的制度的時候 有沒有人會聽你說話呢 所以其實 這一刻的屈服 不代表你一輩子都要這樣 但是至少你現在努力了這個緣 你知道一開考 其實基本上 有些時間一聲就會過了 所以 不要想太多了 盡了這裡的努力 然後在DSE之後的日子 好好地去想想自己 到底想做什麼 最後啦 當然也希望大家順利 但如果想 看看實際上 你怎樣計劃 或者有什麼考試策略 都可以看其他片 然後片尾那裡也會再有的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按讚 然後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不是Follow啊 Instagram 祝大家考試順利 Bye Bye